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被譽為雙面女神的歌手 Eva Max 如果你也喜歡音樂相關的知識分享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及Follow Instagram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來自美國的Eva Max 可說是近幾年來 不可忽視的實力女唱將 她的作品遍布流行音樂 及電子音樂圈 首先我們要先來了解一下 Eva Max的本名為 Amanda Kochi 1994年出生於美國 父母皆來自阿爾巴尼亞 母親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 業餘歌劇歌手 父親則是一位鋼琴家 Eva Max曾在訪問中提到 媽媽並不是全職的音樂人 只是當作興趣而已 她在高中時 偷偷去音樂學院學唱歌劇 而當時的環境 並不允許她追隨夢想 所以得每天早上走8公里 去偷偷的學唱歌 我媽甚至唱的還不比我差呢 也正因為出生於音樂世家 從小她就參加過了許多比賽 並在13歲時開始嘗試創作 直到2008年 她更以Amanda Kochi的名字 發行了同名EP 此時的她年紀竟然還不到15歲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然而她自己似乎是不太喜歡 Amanda這個名字 在14歲時決定取中間名 將異名改為Ava 並在母親的建議下搬到了LA 她在訪問中提到 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唱歌 因此我們不僅搬到了洛杉磯 更讓我在家自學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創作 起初她的音樂生涯並不順利 在剛到洛杉磯時 她一個人都不認識 即便有哥哥擔任經紀人 也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這樣的窘境到了2014年出現了轉機 Ava Max在某一次的活動中 遇到了哥哥的朋友 加拿大唱片製作人 Circuit 她可說是Ava Max成功的關鍵人物之一 從那之後 他們就開始密切地往來合作 Ava Max也曾經提到 沒有她就不會有Ava Max 當沒有人相信我的時候 是她默默地一直在後面支持著我 她更把我的聲音與作品 往上提升了一個層次 她根本就是音樂界的愛因斯坦 直到2016年 她在SoundCloud發表的歌曲 Anyone But You 終於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這時候各式各樣的唱片公司 都開始主動聯繫 而就在多次嘗試之後 2018年Ava Max發行的歌曲 Sweet But Psycho 這首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不僅攻佔了各國的排行榜榜首 更在其他音樂榜單中 佔據第一的位置 長達數週之久哦 然而這首歌卻也是 Ava Max成名前的最後一次嘗試 由於努力了許久 她已經在考慮放棄自己 所熱愛的音樂事業 她曾在訪問中說到 當然我還是會繼續做音樂 但在Sweet But Psycho發行的當晚 我真的一直在祈禱 希望可以有一些成績 更想著如果還是無法成功 我就會果斷放棄 而到2019年Ava Max發行的單曲 So Am I 再次獲得了相當大的迴響 而這首歌的歌名也是Ava Max想跟大家傳達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怪 卻也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這首歌出來之後給了許多人鼓舞 Ava Max曾提到 當這首歌發行時 我的私訊如雪花片般開始湧入 有一名粉絲甚至提到 因為你我終於敢向父母表示出櫃了 有這麼多私訊 都是他們勇於做自己的故事 以及這首歌如何幫助到了他們 這真是我做音樂所想做的事情 音樂不僅可以療癒人心 更能改變世界 如果你因為跟別人不一樣而感到焦慮 希望這首歌可以給你做自己的勇氣 大家一定要去搜尋看看這首意義非凡的作品喔 相信許多粉絲應該都有發現 Ava Max也經常與電子音樂結合 而在電影圈最知名的莫過於是 與老齊Tiaso合作的歌曲The Moto 以及與Alan Walker合作的Alone 近期更有即將發行與Unlook合作的Card Kiss 而擁有如此大量的舞曲作品 也是跟他的製作人有著很大的關係 他們時常在工作室內嘗試各種不同的電子音樂喔 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 Ava Max他獨特的髮型又稱為The Max Cut 這段故事要從這裡開始說起 某次他在烤餅乾時 不小心把自己的頭髮燒掉了一半 發現好像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特別的造型 而且還蠻喜歡的 竟然就一路留到了現在 這個造型更重要的是他的意義就是 做自己不要去在乎外人的評價 而就在2013年Ava Max發行了第二張專輯 Diamonds and Dance Floors 這張專輯是專門為了Dance Floors所製作的 他曾在訪問中說過 我們需要藉由跳舞來放鬆 並藉此忘記煩惱與憂愁 我在情緒波動很大的時候寫了這些作品 甚至一度以為我撐不過去了 是的 這張專輯也同時是Ava Max的人生縮影 帶有一點悲傷 歌詞描述著黑暗沮喪的情感 甚至包含了他兩段的感情經歷 而創作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人們 聽到這張專輯後可以度過那些低潮 這邊哥哥想要分享專輯內的一首歌 One of Us 這首歌聽起來輕快 但歌詞卻是非常情緒化的 Ava Max甚至曾提到 只要想到這首歌我就會眼眶泛淚 我也很害怕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會把我帶回過去那段可怕的回憶 Ava Max的作品太多經典 這裡還想私心推薦給大家 同當專輯中的歌曲 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 這首歌是Ava Max在結束某段 糾纏不清的關係後所寫的 他曾在訪問中說 我想讓人知道即使我們失去了愛 也不該讓自己淹沒在悲傷之中 因為我們都值得更好的愛與尊重 這首作品是我給我自己的提醒 同樣也希望可以讓聽眾了解這一點 可可相當同意他的看法 如果你現在也正因為一段關係受了傷 甚至失去了自我 希望你也可以透過這首歌曲療癒自己 而比起許多歌星 Ava Max的經歷有著不少的挑戰 或許也是因為這些挫折 才能讓他有辦法寫出這麼多 好聽又出動人心的歌曲 如同So Am I 歌詞中提到的 你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經歷過一樣的痛苦 但也都成功的走出來了 希望Ava Max可以在未來 繼續帶給大家更多好聽又溫暖的歌曲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於Ava Max能夠更深的認識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給我們一個like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周四都會發佈音樂資訊 解決知識及影片取知識 如果有什麼想聽的主題或是影片上的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掰掰 CV CV